当然 欲轻梦已施摇他们 也都是万年不遇的天才 走吧 我们去功勋道场 谭云说着 便施展鸿蒙神步 在虚空中 仅仅迈出三步 便已然跨越三万里虚空 接着便化作一道残影 潇洒地飘落在一号功勋台之上 而呼吸间功夫 拓拔盈盈已紧随而至 借过宗主 台下沈苏斌 欲请梦义施摇仙儿 皆楚楚动人 站在众强者身前 如今众人只知 副宗主喊沈苏斌夫人 并不知晓沈苏斌前世之事 众人清楚 眼前这五位美若天仙 且天赋异禀 自治绝伦 拥有越基挑战实力的美女 皆是谭云的未婚妻 所以才没人敢站在五人身前 而在五女身后 则是天罚政府统领 暗杀政府统领 与沈苏斌和薛子烟 这六人身后 则是羽胎镜五重的十名强者 其中天罚暗杀各五人 还有羽胎镜四重者二十一人 执法老祖 以及新晋羽胎镜的众人 如今羽胎镜一至三重者 合计已有一百六十人之数 谭云扫视众人发现 如今天老魏权 皇甫孤虫 宋慧心 以及沈素兵沈素珍 都和自己一样是羽胎镜七重 拓拔盈盈 南宫玉庆和谭台仙儿 则是羽胎镜六重 木木义忠无师姚薛子烟 以及南宫如雪 皆为羽胎镜五重 谭云稍假思索 明日五十出客 我们通过皇甫神魂传送殿 抵达神魂秘境 再从神魂秘境 杀向永恒仙宗 不过这一次 境界低于玉胎镜六重者 便不用去了 留在宗门中继续闭关 明白了吗 众人闻言 一口同声应试 好 明日五十件 散了吧 随着众人散去 谭云的几个女人 和两个小姨子 并未离开 不过 沈素贞和沈素斌 打了个招呼 便离开了 薛子烟 撅着樱桃小嘴 不满地开口 姐夫 人家和木姐姐 施妖姐姐 虽然是育胎镜五重 但是我们都有 越级挑战 育胎镜八重 甚至九重的实力 你为何不让我们参战 紫烟 你们努力闭关 为的是今后 能更好地帮我杀敌呀 那你们多注意安全 我和施妖 紫烟 如雪 抓紧时间闭关去了 啊 在谭云轻轻抱了抱 木木乙之后 木木乙四女 便与素兵玉 晋级女打过招呼 飞离功勋道场 继续闭关去了 盈盈 老元呢 还有 他晋升十节出生期了吗 主人 老元生性顽劣 他两个多时辰前出关后 便通过时空隧道 到神魂秘境游玩去了 按照时间 他应该快回来了 还有 老元 已是十节出生期了 哼 我现在收回了鸿蒙世神剑 以我现在的能力 足可与羽化镜三重修饰一战了 以老元的实力 面对普通羽化镜五重都可胜之 永恒先宗覆灭定了 谭云 我相信 我也有媲美羽化镜三重强者的实力 那当然 那当然 谭云搂着沈素兵的仙妖 还想说些什么事 书然感受到 士天魔元的兽石 正笼罩住了自己 主人 那那的 一群敌人进入天法山脉了 其中有南宫圣竹 铁拔铃和乳烟乌鸡 还有一名服侍华贵之人 听他们叫他唐尊圣竹 此人是羽化镜二重 应该就是杀害 木夫人皇室的唐永生啊 除了他是羽化镜之外 还有五名羽化镜老者 其中一名羽化镜四重 三名三重 一名二重 另外 羽胎镜大人满七人 九重镜七人 八重八人 七重十六人 六重四人 谭云 一定要抓住唐永生 然后 问问他我母后在哪里 誓天魔云话音未落 木木义便含泪去而复返 他飞落谭云跟前 一双美眸燃烧着无尽怒火 谭云重重点头 星谋中意流露出 滔天杀意 旋即 谭云灵时 笼罩着刚离开不久的天老几人 立声开口 我皇甫圣宗 已经先后两次被敌人围困 秘境之内 我们已经忍够了 现在全部前往秘境 出口集合 然后打开秘境之门 杀 说吧 数席间功夫 沈素贞五人便自功勋道场之上 杀意凛然地凭空出现 上大快到十倍 随谭云一声令下 众人便跃上金龙神师后背 金龙神师便冲天而起 瞬间飞出功勋秘境 在耗时一个时辰之后 便达到秘境出口之下 与士天魔云会合一处 慕慕已急不可耐 释放灵石 笼罩向秘境之门外 然而他并未发现敌人 只得看向士天魔云 老元 敌人呢 慕夫人 敌人是从拓跋圣朝边境 进入天法山脉 现在距我宗门 还有五千八百万里 他们驾驭灵昭速度极快 估计五个时辰就可抵达 慕慕已听罢 立刻让士天魔云 凝聚出唐尊圣主的记忆影像 慕慕已确定 记忆影像中的唐尊圣主 就是那唐永生 果然是你这个畜生 望着唐永生的模样 慕慕已双拳紧握 愤怒和悲痛 瞬间肆虐心田 然而此刻 谭云望着唐永生的样子 忽然眉头一皱 心中暗存 为何我感觉 唐永生和唐欣盈不怎么像 却和孟毅有些像呢 不过大敌当前 谭云并未在意 毕竟没有血缘关系 却有相似的人 也是多了去了 莫义 你别难过 唐永生 当年在暮风盛朝 毫无人性的大屠杀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莫义 开战后 你别离开密警 外面不安全 谭云叮嘱一声 随即回手望向众人 原地待命 听我命令再杀出去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轻举妄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